你 你认为的大清朝 已经灭亡了 你 对不起 你难道没看出来 桃桃这孩子并不简单 桃桃性格上 是有很大的弱点 不会来事 不善于争辩 来了 孙杨 路 路上没出什么事吧 没事 没事 好 对不起 老师我来晚了 那个 那个 陈老师 那您看 行了 来了就好 赶紧排练吧 听见我们排到哪儿了吧 二木一 洗脸那段 我来给你接词 咱们迅速进入排练 不耽误时间 陈老师真不那么简单 那就是 来 我们来吧 赶紧 别耽误时间 好 来啊 快 你难道没看出来 她没能力 没能力 陈老师在单位混那么好 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 不一样 第二次 第二次 我刚跑进来 我实在是对不起 没有 没事 没事 你以为自己就是做人的标准 行不行 我一直都活在你的阴影之下 我受够了 我这次一定要跟你说不 你会后悔的 现在已经二十一世纪了 你认为了大清朝已经灭亡了 第四 第四 把你那套所谓门当户对的观点 扔到垃圾桶里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 我知道 灭亡了 把你那套所谓的门当户对的理念 扔进垃圾箱里头 把你那套 把你那套门当户对的理念 扔进垃圾箱里 对不起 我今天来 不是等你们来给我做决策 对不起 我是来通知你的 来下面刷 乖乖乖 我是来通知你 压重 你看到没有 松阳完全不行 在陈阳哥面前 一点气场都没有 做的节奏都不对 差距太大了 你在听我说话吗 你行 你上 我也想上 你别老把自己当成 什么情感教师的行不行 没错 你是什么法务医院的院长 还是这个那个 我不记得了 你 陈老师 要不咱们现在休息一会儿 好吧 我先给孙岩说说说戏 让她把台词再 不是 不是 导演 我的意思是这样 你怎么办 松阳 不是批评你啊 就如果说在排里 您台词是这样 那你准备怎么演出呢 休息可以 这样 松阳 你呢 你坐哪儿 刚才有个小伙子 帮我对此 你看看他来一遍 他词比你熟得多 你看看人家的台词 好不好 你让他来一选 好吗 导演 可以吗 陈老师 他 他是B组 B 你 可惜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都眼泪给我操了 再来